至于担心妈妈贝拉谋杀案方面 柔佛八珠八峡地庭 今天裁定将案件移交给麻婆高厅 至于审判的日期则还有待敲定 随着贝拉的家属从早上8点15分起 就在法庭外等待审讯结果 八珠八峡地庭最终决定将这起案件 移交给麻婆高厅 但还没有决定确切的审讯日期 24岁的被告莫阿默海卡 在警方的陪同下进入法庭 聆听审讯结果 她被控去年12月14号到15号 晚上11点到凌晨5点之间 在八珠八峡一栋废弃的房屋中 杀害了死者贝拉 敲散开了卖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